可否看回我们今年的早期时候呢 我推出了一个全球性的网站叫global.shop.com 我想问在座有多少朋友是知道有这个网站 举手 有多少朋友是已经用着这个网站的 都请举手 都不少 那这个网站的主要就是希望呢 将我们非常优越的独家品牌产品呢 带到去基本上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就是说你在世界各地可能有多不同的朋友啊 有很多不同的亲戚啊 或者一些旧同事的话呢 你都可以透过这个网站呢 来去将我们的产品传送出去的 那在这里呢 也都用少许的时间呢 带大家去看看这个global.shop.com global.shop.com的网站 主要其实就是一个购物的网站啦 那也是非常之简洁的 那如果你的朋友在外地的时候呢 第一样你要告诉那个网站听 它是来自哪一道的 那在顶那里呢 你就要搜寻你住的他们住的国家 那你今次呢 就以大家都非常之喜爱的新加坡呢 你做一个的 不要拍手着我大家这么开心的 为什么呢 就是新加坡作为一个的例子的 那进入到新加坡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产品呢 都是一些美国的产品 为什么呢 因为亚洲区所有 用来运送的产品呢 都是来自我们美国总部的 那所以里面呢 可以见到不同的产品 包括我们的营养产品啦 小朋友的产品啦 甚至一些护肤品呢 你都会很容易找到的哦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用了Lumia TV的产品啦 当我们搜寻到之后呢 很快你都会看到 一些相关的产品出现的 那当你选择了产品之后呢 check out 非常之容易啦 那同一个非常之基本的 一个的网站呢 购物网站 令到你世界各地的亲友呢 都是可以有一个 非常之好的购物体验的哦 那为什么要说 global.shop.com呢 因为虽然是一个 全球性的一个网站 但是对于亚洲区来说呢 非常之重要 因为自从我们 launched了这个网站之后呢 我们最多生意的头两位 亦都是来自亚洲区的国家 大家能不能猜到 哪两个市场呀 哪两个市场呀 没错啦 就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啦 那这两个市场呢 亦都是我们亚洲区 我想是一个 我们未来呢 会极力发展的市场来的哦 那随此之外呢 其他的市场包括日本啦 南韩啦 甚至澳门啦 柬埔寨呢 你们都会见到 我们美安产品的踪影的 那其实呢 global.shop.com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啦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啦 将一些海外的朋友呢 都认识我们的产品啦 那从购物可以赚取推荐用金之外 也都所有呢 在这个global.shop.com里面所产生的点数呢 都会落回你自己的bank里面 即是储分库那里的哦 那这个就是对于 这个对于所有的经销商的好处啦 那对于我们公司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因为global.shop.com里面所产生的数据呢 给公司一个很清晰的概念 究竟我们下一个应该进军的市场在哪里 那进军不同的市场呢 当然有不同的策略啦 除了可以好像以前我们开美安香港 美安台湾之外正式插旗的话 另一个方式呢 就是以一个新兴市场的方法呢 来去加入的 那我想问啦 大家是不是有些朋友 已经开始用global.shop.com 如果未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在座所有的经销商 都已经有global.shop.com的网站 只要打入global.shop.com slash你自己的名字呢 就有你会见到你的朋友 所以在今天可能下午完整这个大会之后 马上去联络你海外的朋友 将这个网站呢 交给他啦 你不要打slashAnthony K 因为这个是假的这个网站 用回你们自己的名字上去才对的哦 那刚才我说过了 新兴市场啦 那究竟什么叫新兴市场呢 我们用global.shop.com 希望可以见到一个 很多人在某些国家买业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数据 当我们见到一个很大的数据之后 我们就会想下一部分 我们是不是应该呢 全力呢 去发展这个市场 将我们的超年所事业带进去 那在我们未进去之前呢 我们希望呢 很多当地的市民呢 可以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式呢 成为经销商的 只要在网上呢 做很多不同的 一些很简单的手组 而我们的产品 是直接由美国送到去的 那也是一个非常简化 非常优化的程序来的哦 那我想介绍一下 现有我们美安集团的一些国家先啊 那大家都认识啦 因为我们是一家美国公司 所以我们总部在美国啦 另外加拿大啦 澳洲啦 台湾 我们香港啦 英国啦 英国 和墨西哥的哦 那至于新兴市场方面呢 我们有阿瓜多尔啦 我们有哥伦比亚啦 我们有多明尼加共和国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西班牙 那就是说我们全球 总有七个国家地区 还有四个个新兴市场的 这个版面 今早 Veronica 都展示过啦 那其实如果作为我们一个 E&P 开幕了之后呢 你知道入到这个版面 你就很容易可以呢 点击那一支国旗 那然后呢 就可以帮助呢 在那边的市民 或者你又在那边有住 又有些朋友 一些亲友 或者一些旧同事呢 你可以直接介绍他参加的 当他参加了成为经销商之后呢 他基本上 和你所拥有的权利 和义务都是一样的哦 那他们一样是需要一个UFMS啦 一样需要有这个Transfer Buying啦 那也都可以呢 赚取佣金的 他唯一和你们不同呢 就是他暂时是不会有IBV 或者是IBV的产品 或者是一个伙伴商店的 那大家看到呢 最右手边呢 我们的亚太区呢 有我们香港啦 有我们台湾啦 有澳洲啦 有三支旗就蒙了的 就是大家看得清楚吗 其实 看得清楚的吗 那这三支旗呢 我们也会讲一下的 那刚才我说过了 那当global.shop.com 我们有一个非常之强劲的数据 去支持的时候 我们开始进军那个市场 成为EMP 当EMP的时候 已经有很好的数字 支持的时候 我们就会正式进军成为一个美安的市场 最好的例子就是西班牙啦 西班牙是我们现有的一个新兴市场来的 但是我们很快呢 即将我们会变为它一个圆圆整整的 美安西班牙的市场 那也到到呢 我们其实已经是有了我们西班牙的一个网站 也是用es.shop.com的啦 好了那我们就讲回亚洲区啦 那大家记不记得我们8月17号之前呢 如果我们想发展其他亚洲区的市场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 譬如说发展台湾啦 发展澳洲 我们要签一些的 form啦 我们要有申请的费用啦 又要renew 要续会啦 那每一个国家呢 分别都要独立地去存分去赚取的佣金的哦 而且每一个国家你都要推荐两个人 才可以呢 扩展业务的 那 看一看这个图 那你大约就可以感受到 在8月17号之前 我们是分开了三个市场 每一个市场呢 是要独立地去运作的 8月17号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啊 一体化了啦 那在我们一体化之前 我想给大家感受一下 如果当时 你不打算去发展其他国家的话 你有七百万个机会 因为留在香港 其实都不小的 一个很大的市场来的 那但是8月17号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了 亚洲一体化了 亚洲一体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将全个亚洲 无论将来有多少个市场都好 我们都会是变为一个 BB 草分的方式 那也是一个区域啦 我们都不需要在每一个国家去填表 也都不需要每一个国家去续会啦 那也都可以随便这样呢 去帮助亚洲区里面的朋友的哦 可以令你更加快去赚取佣金 那究竟怎样可以更加快去赚取佣金呢 大家看一下8月17号之前 我们有三个不同的市场啦 那大家都看到其实 其实在里面呢 只得台湾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可以赚取佣金的 那但是当我们将三个市场的所有分 都放在一起的时候 所有分就变为一个很大很大的银行 一个处分库啦 而我所知呢 有很多朋友呢 在由8月17号开始 也都是因为我们亚洲一体化之后呢 不单止赚多了票 甚至呢 已经是升了级别了啦 那作为一个香港经销商 我之前8月17号就是只有700万个机会 但是在这里8月17号之后 我们已经有5360万个机会 因为三个市场加上的人口 有5368万个的 但是美元下一个部分 大家非常之期待的 就是我们的新兴市场 我正式宣布呢 我们将会有三个新兴的市场 包括菲律宾 纽西兰 我知道叫新西兰啦 还有新加坡的 那么今次呢 我会首次呢 跟大家简单讲讲 这三个市场的特性的哦 那么首先我们讲讲呢 就是新西兰啦 纽西兰 纽西兰人口是450万 主要的商贸城市 是阿克兰奥克兰 那么2012年的 个人平均本地生产总值 是32,000美元的 那么失业率是6.4% 那么我给一点点数据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香港的个人平均本地生产总值呢 是达到36,790元 就是大约呢 是高于新西兰的10% 而我们的失业率呢 是3.3%的 新西兰这个国家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人口很少 但是生产总值非常之高 就是说对于一些 高品质高质素的产品 非常之有需求 我们美安绝对是可以迎合得到 而失业率达到6.4 也是代表着很多朋友 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赚取永组收入的 那么可能你会想 咦 新西兰这个地方很小的 但是我相信呢 在97年之前 有很多朋友 你的亲戚朋友 或者你的同学 其实是移民了纽西兰 或者澳洲的 澳洲去纽西兰 由丝尼过去奥林 其实只是讲两个小时的飞机 当你发展澳洲的时候 你可以同时发展纽西兰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 那么第二个市场呢 我相信都很多朋友熟悉的了 就是菲律宾 那么香港也都在 左轮右里都肯会认识一些 菲律宾人 而菲律宾人也都有很大的 connection 那么不要小看菲律宾 菲律宾的人口是有9800万 主要的商贸城市 马尼拉 那么2012年的 菲律宾人的个人平均生产总值是2588元美元 新业率非常之高 7.5% 那么你看完纽西兰 接着又比较一下菲律宾了 咦 它们每年的平均的收入 都是2588元美元 有没有钱买的呢 那么美安集团里面 我想基本上呢 有很多产品都可以迎合不同人的需求 那么以我所知呢 每一个菲律宾的女性 无论是什么年纪的话呢 都非常之喜欢化妆的 那么所以呢 我想Motives呢 绝对是一个打入菲律宾市场最好的方法 那么失业率7.5% 当然需要一个呢 可以提供永续收入的计划给他们 那么大家不要小看 一张2300元港币的支票 我想是对于一个菲律宾人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市场呢 大家想想一下 当我们开放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呢 是可以打入这个EMP了 第三个 大家期待而救的新加坡 很多朋友去过新加坡 但是对于新加坡的认识又有多少呢 新加坡的人口531万 主要的商贸城市就是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国家来的 他们的平均本地生产总值 每人是51709元 是比香港高出很多 失业率也都很低 2.1% 新加坡也都是代表了另一种的社会 这个社会呢 就是他们非常之舍得花钱 那么也都是对于一些非常之高质素的产品 好像我们美安产品一定有很大的需求 失业率这么低 是不是代表他们不需要我们一个生意呢 错 因为美安集团正正是开始发展着我们亚太区的市场 可能很多生意机会已经开始发展了 已经是我们英文所谓已经developed了 我们现在 我们自己 美安是developing的 或者刚刚开始发展的 绝对可以给一些非常之高质素的新加坡人 是有一个好的发展的机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以往七百万个机会 8月17号之后呢 有五千三百六十八万个机会 但是很快的将来 很快的将来 我们有一亿六千一百万个机会 我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 当我们还没开ENP之前 好好地做好在香港的生意 一定要跟随系统 当我们开始发展亚洲区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会占领全世界 这个就是JL一直以来 希望的达成的梦想来的